你有嘗試過要使用無卡分歧嗎? 那你知道啊 無卡分歧其實就等於融資借貸喔 哈囉我是群群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無卡分歧大解密 前一陣子啊 不管是在YouTube社群 Facebook或是Instagram 我都有發一張我自己做的圖片 叫大家不要使用無卡分歧 那其實我會叫大家不要使用無卡分歧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其實裡面藏了很多的陷阱 那今天就想來跟大家分享 無卡分歧裡面 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最近這一陣子啊 無卡分歧又再多的被吵起來 甚至到那些非常大的網購平台 也都可以使用無卡分歧 最近今天呢 會有很多的大學生使用無卡分歧 在上面購買他們想要的奢侈品 有些人會買手機 有些人買筆電 買機車等等都有可能 那接下來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無卡分歧到底是什麼吧 所謂的無卡分歧 就是你今天不用使用信用卡 如果說你想要買一個 單價比較高的東西的話呢 你只要經由賣家 向第三方申請分歧借貸 而第三方同意之後呢 這個無卡分歧就算是成立了 而且無卡分歧會那麼受歡迎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不用使用信用卡 而且呢 他可以分的期數非常的高 最高上限的可以分到84期 而且他也不用受限你信用卡額度 所以會導致 非常多沒有信用卡的小資助啊 或是大學生 那麼喜歡使用無卡分歧的原因 那不知道剛剛大家有沒有聽出來 就是無卡分歧是由賣家向第三方申請借貸 所以無卡分歧就是在做貸款 你在使用無卡分歧的時候 你有仔細去思考 他們借貸的對象到底是誰嗎 如果說你今天是使用信用卡的話 他的債權就是銀行 但是無卡分歧他們的債權 則是轉讓給第三方的業者 那這第三方的業者是誰呢 你有仔細去研究過嗎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用任何的抵押品 銀行也不用經過同意 你就可以輕輕鬆鬆借到錢 天下真的有這麼好看的事情嗎 當然沒有耶 因為所謂的無卡分歧呢 就是融資借貸 所以他的利息才會那麼的高 其實啊 你知道Google打無卡分歧 他下面就跟你說 學生小資族都可以申辦 他們主公呢 就是無固定收入 無信用紀錄的學生族群 其實無卡分歧啊 申辦的方式真的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有身份證 或者是學生證 接下來如果你有滿20歲的話 就可以直接辦理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未滿20歲的話 還是必須有法定檢理人簽名同意 才有辦法申請這個無卡分歧 這樣聽起來好像買東西變得非常的簡單 但是大家有沒有去算過 無卡分歧他的利率到底是多少 那我這邊就拿Yahoo的購物商城做舉例 他有一般商城以及無卡分歧的專案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買iPhone 11 Pro Max 256G 你在一般商城購買的金額是43999塊 而如果你使用信用卡的話 他最高可以分到30起零利率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利用無卡分歧分12起的話 你就必須利用47900元 才可以買到同一支的手機 光是這中間的差距就差的快要4000塊 以上的利息下去算的話就將近快要10%的利息 其實非常的高 而且他這還是Yahoo購物中心 至少他是一個比較知名的品牌 如果說你現在去很多的同學廠 其實他們使用無卡分歧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是跟誰做借貸 他們利息都是介於5%到20%不等 他們會跟你說 你只要每期繳多少錢繳多少錢就好了 但是在購買之前 也要記得拿計算機出來算一下 每一期分歧的數字加起來的加總金額到底是多少 我告訴你只要一算出來你就會馬上清醒好嗎 而且如果說你今天利用無卡分歧購買一樣商品 可是之後想要解約的話 其實後面的程序是會非常非常的複雜 因為其實在你還款結束之前 你商品的所有權還是在賣家的手上 所以你其實不能輕易去轉手你用無卡分歧購買到的商品 而且如果說你今天真的要解約的話 除了要支付利息還有違約金之外 還有可能會產生非常多的消費糾紛 你現在只要Google打無卡分歧 你就會發現很多的新聞都是在說消費糾紛 那我剛剛也有跟大家提過 無卡分歧主打的就是沒有穩定收入 以及沒有任何信用紀錄的學生族群 可是你不覺得這中間有一點矛盾嗎? 既然你都沒有穩定收入了 你怎麼還會想要去辦借貸呢? 這個邏輯是完全不相通了吧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說你今天的存款金額 真的沒有辦法負擔你所想要購買的東西 千萬不要去使用無卡分歧好嗎? 你這樣花的錢反而更多大學生去打工那個時薪 一個小時頂多一百六一百七 買一支四萬七的手機 你就要再額外負擔四千塊的利息 你要打多少的時速你才有辦法得到這個錢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單純只是暗目虛容的話 無卡分歧千萬不要去使用它好嗎? 你一想說我在做風涼的話 畢竟我沒遭遇過這種事情 但是我跟你講大錯特錯 如果說你之前有看過我的影片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 我之前因為就是你知道 小時候不懂事 所以在威爾斯梅宇買了三年的課程 而這三年的課程是使用無卡分歧 其實我到現在才回想起來 那個就是無卡分歧 因為我只有提供身份證給他 說不知這個借貸馬上就成立 而這個借貸就是所謂的融資 就算那一間補習班 惡意倒閉之後 我再也不想要去繳那個費用 但是他每天不斷的打電話來吹繳 他就跟你說如果你不繳的話 你的信用就會產生問題 很多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想參加什麼製救會啊 什麼也都覺得到底要怎麼辦 可是我爸最後就看不下去 他說好這一次我就幫你全部繳掉 就算是學到一課教訓 所以這邊我真的想要奉勸各位 無卡分歧他除了利息非常高之外 他就是所謂的融資借貸 所以你千萬不要傻傻 我以為無卡分歧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如果說你之後還不出來 你的信用是會直接出問題 我只是持繳大概幾天 我真的不想去繳 他就狂打每天都打電話來 我真的不知道我如果後面不繳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真的奉勸各位 如果說你今天收入真的不肯定 你真的不要去借那種無卡分歧好不好 那個就是借貸啊 我真的覺得你跟你爸媽商量一下 不是比較好嗎 你請你爸媽去買 而且如果說你真的負責任務的話 你就每一期都會錢給你爸媽 這個不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嗎 為什麼要使用上自己的信用去做貸款 而且你還要花比較多錢 才能購買到一模一樣的東西呢 所以這個部分我真的奉勸各位 稍微思考一下好不好 無卡分歧其實 真的不是像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你只要交出身份證 就可以拿到你的商品 其實這中間牽扯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像是融資啊 或者是貸款什麼的 這個東西真的很複雜 所以拜託大家 千萬不要那麼輕易 就使用無卡分歧好不好 好啦今天影片就發表到這邊 如果很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就不然喜歡 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這支影片中 我是小老師的內 Instagram 跟粉絲 還有我 不如給大家介紹 按讚追蹤觀看 我是虛擬 我們下次再見 掰噗 其實我在拍這支影片之前 我真的考慮非常的久 我想說到底要不要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可是尤其當我看到 既然有人在推廣無卡分歧 說我心裡真的是一團火直接冒散 我想說你怎麼會去推廣這種東西呢 會使用無卡分歧去購買的東西 絕對不會是你生活的必需品 如果說你真的是需要生活的必需品 拜託先請你爸媽幫你付款 你再把錢給他們 而不是說你自己去利用無卡分歧 然後又花了又一大筆錢 而且你還要用你的信用去貸款 我真的不懂 就是為什麼會推廣這東西 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人在推廣 我真的是很生氣 拜託大家不要那麼輕易的 就使用無卡分歧好不好 那是一件說實在 那其實有一點點的危險 雖然說他廣告打給你 就是很正面很正能量的東西 跟你講說你就是需要的時候 你利用無卡分歧 可以讓你買到你想要的東西 可是你真的有去仔細思考過 無卡分歧他的融資 他到底是融資給誰 他的第三方到底是誰 你有去仔細思考過嗎 如果說你之後還不出來 這個錢他們會怎麼跟你討 你我去仔細思考嗎 你一定沒有想過 你會想說可以借到錢 可以買到東西就好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你如果還不出錢的話 你到底要怎麼辦啊 拜託大家仔細思考好不好 會使用無卡分歧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反正就不要使用無卡分歧就好了 好不好 也不要去推廣這東西 這東西真的很可怕 d這些東西